中卷衣整齊放入大碗工中 这还没完 另一头衣续加入肉羹 还有大肠头 你没看错 这碗铺满邪二三宝的 巨无吧面线 重达12公斤 光是视觉效果就让人震撼 很有震撼感 一个人姿态 我觉得很多啦 应该也要五六个人吧 最后要去吃肉 吃肉吃肉 空碗重大概6公斤 然后面线包含 料的重量也是大概6公斤 所以加起来大概12公斤左右 大碗工面线广发站铁 你没看错 只要40分钟内吃完 这碗巨无吧面线的挑战者 不只肚子饱饱饱 还能赚到850块钱 我吃一碗就很饱 那碗应该如果男生女生都有加起来 大概应该七八个可以吧 对啊第一次看啊 很漂亮很赞 可以给年轻人自己去看看 可以比赛一下把它吃完 大概有四五十位来挑战 然后成功只有四位这样 最快有一个女生大概12分钟就吃完了 很厉害 不只这间面线 像是连锁寿司店就曾办过限时50分钟内 只要吃完的空盘超过自己的身高 就能想免费优惠 而台北只有铸吧汉堡 在30分钟内吃完 叠了六层汉堡肉和鸡腿排就能免费 餐点不只要吸睛大卫王上门比赛也炒热话题 欢迎新闻红石层蔡宇至高林景台中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